大家好歡迎收聽老夫講幹話 我是老夫 今天呢 這集是禮拜一上假 那也是我們五一勞動節的最後一天 那不知道大家在最後一天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收新收抄呢 那像老夫嘛 已經做完這個三家式的隔離 也差不多要回到工作趕快上了 本來也在工作啦 就是work from home 那現在就是要正式到這個 公司營業場所去了 那就是成如上集和大家說的 老夫很好很健康 沒事啊不用擔心 那 最近啊最近就是剛好週末的時候跟好兄弟們吃飯 然後 就閒聊吧 閒聊什麼呢 就閒聊 斜槓人聲的事情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一些頻道給淺移默化 也或者是可能看完了一些書 那更加讓我有一種生根地爐感覺就是 我不想 也不能 也不願 一輩子當人家的打工仔 那當然人家打工仔呢風險很低 對 我們要冒險很低 就是 你不用去承擔什麼太大的責任 可能就是把工作做好 每個月領錢 那我們公司呢 最近也可能在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 就是針對業務性質的同仁 要去做一個所謂的 呃 績效考核不適任 解僱這樣子的 這 的事情啦 我是把它中文化 我們公司用英文在講的啦 那 這只是個開始 那也是個警訊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只要是任何 會需要看績效單位的地方 那他們都 會有這樣子的模式 在各個的行業 我相信是很正常的 那只是 對我來說呢 我會覺得 我幫 就是 我們不是說要說自己很厲害 而是說 就是 講白了吧 財富分配不均啦 我看著很多人幫公司賺了很多錢 但是他們拿到的其實 就這樣子而已 他們應該可以拿到更多的 但是因為公司有太多太多的 層次的人需要去打理了啦 簡單講 每一個人 利都需要薪水 以一家銀行來說 以一家銀行來說 收入可能 可能在負責賺錢 大多數的 收入來源都是業務單位 跟放狂 放狂的 放狂部門也是業務單位 你懂我意思嗎 簡單講 都是業務單位啦 不管一件事做 像我們的財富理財規劃 又或者是 信貸 的一些同事 又或者是 車貸房貸 對不對 你這些業務沒有人在前線去拉客人 沒有人在前線培養客人 沒有人在前線跟 別的公司去對搶案 CASE 怎麼會有 業績怎麼會有收入 對 那當這些收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 因為 幫協助這些業務 完成他們的一些文件 沒有人在前線 就是我們稱為可能是 行政人員 甚至在 幫 這個公司做一些 形象推廣的後台人員 等等這些 當然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這沒有錯 但是 我們問題的根本是什麼嗎 公司的錢怎麼來的 公司的錢怎麼賺來的 講真的嘛 就業務去拚來的嘛 業務去拚來然後 再由其他的同事協助完成嘛 我們今天一定要論功勞的話 我 雖然 我不會因為我是業務 就說業務的功勞 一定 要佔五成以上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只是說今天當全公司的業務 都在擺爛的時候 你看公司會不會有收入 那公司沒有收入的話怎麼辦呢 怎麼發薪水 給所有行政人員 然後公關部門 或者說一些 一些專門追溯的行銷 或者說自己很會推廣啊 可能做活動啊 很會做什麼網路操作啊 但是沒有業務在前面幫你推 有用嗎 對 但是沒關係 因為今天 像我自己的認知 認知是 OK公司現在 要透過這個 業績的一些可能 層級啊 什麼方式去 把業務人員給考核掉 少一個人因是一個人因 那沒關係 如果今天 我做不到位 我今天人力不好 你把我壞掉沒關係 反正 那個套句我好兄弟一神說的話 此處不留業 自有留業處 我一定還是有辦法找到出路 我一定活了下去 只是說 像這樣子的回圈 你到某間公司上班 然後呢 被淘汰掉了 或是你到某間上班 然後呢 幫 做久了 就覺得 在幫主管 幫公司做牛做嘛 然後 換來就是這樣子的待遇 就 或許有些人喜歡這樣子的生活 但我不喜歡 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 努力的讓自己的斜槓起來 那我現在還有正常收入嘛 那就用這個正常收入的之餘 去培養自己的斜槓 去創造自己的斜槓 去創造自己的被動收入 當我今天被動收入 有辦法cover我的主動收入的時候 那我就會持續我的主動收入 退而不休 持續我的走路 繼續花我在主動收入上面的時間 那些時間去創造 想出新的被動收入 進而增加更多的被動收入 這是我未來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不想要當 這些 這些 脂肪底下的 一個 不起眼的螺絲 不是說什麼 我拼一拼 那拼的業界很好 我就適合很起眼的螺絲了 而是 做這麼多 都是為了你們 那如果我今天一樣做這麼多 都是為了我自己 為了我的家人 為了我的 兄弟們 為了我的 組織 為了我的企業 因為我會更快樂 我覺得 所以 今年呢 今年我特別覺得 我們 很多事情很多時候 錢要花在島口上 並且幫自己 想方設法的 想方設法 可以的話 再加上合法 兩個字 來創造自己的被動收入 穩健的被動收入 不用看人臉色的 你為了自己的事情 看人臉色 人區人生 我覺得很OK 但你今天老是為了別人的事情 然後呢 看人臉色 我自己就覺得很賭爛 什麼叫為別人 是您看人臉色 今天我來公司工作 做到一些 做業績 應該的嘛 對不對 但是呢今天來公司工作呢 公司的主管總是會有一些很超額超額的 期許 希望 業務去完成 然後我就要看主管臉色 然後呢 因為公司的主管他們會有一些超額的夢想 需要去達成我 我就還要看客戶臉色 懂嗎 都要看別人臉色 然後做別人想要 的目標 不是我 不是我想要的目標 但現在寄人臨下 我只能好好的當個演員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對 當我一切都就位的時候 我就不用再看這些人臉色了 我就會覺得 很棒 結論是目標達成的 所以說這個禮拜 跟那 四個好兄弟碰面 有一個好兄弟他 最近也要開訂了 所以他就可能 因此而沒空來啊 但沒關係啊 反正他有他的事情嘛 就 也不勉強他 我們聚會本來就不會是這種勉強的形態 因為這樣子 就不自然的嘛 就是 你跟最熟的兄弟在一起 就像 家人一樣 你跟你家人在 家裡裡面 一句話都不說 在客廳看著電視 不會尷尬不會怪嘛 包含就是我認為 我跟很熟的兄弟 所以 在同一個空間都不講話無所謂 很自然 不用硬要去深話講 然後 所以就是要來不來都沒有關係 來就是來得很自然這樣子 這是我個人看法啦 超級麵 在武器 真的 剛剛在喝那個高糖巴雲 太濃稠沒有還我 咬開 卡嘴巴 所以 包含最近那個直播主也蠻紅的 改車界的權威 廖老大 他提到一個重點我也覺得蠻合理的 他的觀點我覺得蠻合理的就是你要有技能 你要有你的技能 那把他給比較那個數據 就是你要兩把刷子 你不要只會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只會在理專做這樣子的一些事情的話 那今天公司不要我了 公司很大聯名所有銀行都不要我了 那我來怎麼辦 我還有什麼樣子工作人力嗎 我還能做什麼工作養活自己 你懂我意思嗎 今天你是個行政人員 那當你今天被公司主管給辭掉了 然後甚至以後的公司 對於行政人員的各家公司都一樣 行政人員的需求量都降低了 你不好找相關職務了怎麼辦 你要跨出做行政這件事情去找其他工作會不會很難 有可能會嗎 因為你沒有其他的技能的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其他的工作怎麼做嗎 你可能行政人員做久了要你去做餐廳 先從底層做起端端端盤子 一天摔十幾個盤子 你看行政人員做久了 覺得自己還算快料 想要去做業務人緣 都做業務 然後心態受損 配各方客伏定勃七八糟 然後呢完全沒有信心做業務 又不做了 新任人做久了 沒有新任人的職業給你做了 想說你去當 那個美容師 還是什麼 霧霉師 你懂嗎就是 當你今天你沒有這份工作的時候 你要怎麼活下去 我們最基本的求生存 我覺得這是每個人都要想到的事情 當你今天沒有了這份工作 你還能做什麼 當今天需要你 跨領域的時候你能夠跨什麼領域做事 我們有時候不一定要等 等真的 時間到了 再去想 我們可以想在前面 同意思嗎 想在前面先想好 有哪種何人 有哪些辦法 有哪些狀況 你能夠怎麼處理 當真的遇到的時候 不擠不許 不忙不慌 因為你 早就想過了嘛 早就想過的時候當發生的那當下 當當下 或是說那個moment那個時刻 那一陣子你就會 自己知道說你早知道了 你早就預想到了 因為你真的有想過 所以你就可以很不急不許 不忙不慌的去 做一個轉換 因為你為自己做了很多準備嘛 準備的不一定要用 當當遇到的時候呢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不會怕了 所以常常才會有一句幹話嘛 就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你準備了什麼 今天你在一份工作啊 你要做一輩子 我相信真的很難拿 那你今天要轉換一定是希望可以更好嗎 沒有更好你幹嘛換 對不對 除非你真的很委屈嘛 有點當悲論 那既然今天 你有這麼多時間可以去做一些耍廢的事情 那倒不如花點時間幫自己想想 你在這份工作 沒有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活下來 同時間你也可以想想 看看你現在做這份工作 周圍的同事 有沒有人做10年的 有沒有人做15年 有沒有人做超過20年 你看看那些做 10年15年20年的同事 他們現在此時此刻的生活 此時此刻在過的日子 是不是你想要過的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就要很明確告訴自己 這份工作你不肯在那邊做10年 15年20年 因為他們就是在這份工作做了20年 然後現在在過這樣子的生活 在過這樣子的日子 是你不想要的 他們就是你的借鏡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而是他們就是你的借鏡 你知道說你在這個地方 持續待下去的話 未來的生活是你不要的 那你千萬不要等到未來的時候 再來說 喔 那我現在怎麼辦 我現在要幹嘛 而是你現在就要幫自己準備好 你能夠做什麼改變 對嗎 淺顯易懂啊 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 今天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說 我在想斜槓的事情 轉到我們就是知道說 人要有兩把刷子 兩把刷子把它白化一點 就是希望你不要只 希望你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今天這份工作 同個領域的人都不用你了 你還能靠什麼生存 靠什麼生活 進而 你去想一下 在這份職場上面 你的同事裡面 有沒有做5年 10年 15年 20年的 你去看看他們的年資 以及他們現在過的生活 是不是 你想要的 不要看少數 看多半 多半人 的 同年之 的生活 是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不是 那你就要盡好 盡早 做好準備 不要等到到時候的時候 才在 鎖蒙攪亂 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些重點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喜歡的話請幫我 其實也不用追蹤跟分享啦 就是 真的喜歡的話 覺得不錯的話 覺得 對你有用的話 就給那些迷惘的人 就那麼簡單 今天這樣子 拜拜